我為什麼沒有辦法 直接就是送我客人 等級 你掛成這就10分鐘了 欸 而且你長遠 人家未必長遠啊 藉此宣導一下 阿凡一下 兩個衝突越來越大 他還搞我打死 他這種都很愛打我 沒有 其實我 求福 拜拜 然後在他房間燒浮水 對啊 只要有得過他的 他一定會放在行李 對啊 我覺得你們看到這個影片 趕快蜜辣跟他打算 呃 本很緊張 不會啊 為什麼 我真的不緊張嗎 在玩過密室 我現在不緊張 我之前有住過對面耶 因為那時候我媽之前在做房仲 就是如果要幫這個屋主賣房子的話 她就跟屋主商量說 那我可不可以住在這裡 就一樣會給你租金 然後就是我這樣方便客人呆看 然後就是邊租邊賣這樣 這邊也是我媽那時候邊租邊賣的 就没想到最后变了我买下来 然后就再租给他们 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直接就是送我哥租 我想说他几岁了这样 不可以让他这样子挖挖这样子散散 不知道在看 我care的不是这个租金 我觉得他应该要有那个责任感 然后这一点我要称赞他 因为他从来没欠过我房租 他之前在怎样忘记给我uber的车费 可是他从来没有忘记给我房租 还是我都没确认 你帮我对一下帐 我不确定 然后就没来我家了 而且这间房间之前还租给过泳衣 反正都回忆了 然后我小时候也住在这 我高中的时候 好好吃 看怎么会来 一定要来啊 太突然了吧 对啊 你们要喝什么吗 天啊我真的也不下去耶 我跟你讲我刚刚已经叫好饮料 然后他就说什么 说是他叫的这样 你记得说他擦饮料都会擦旁边耶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同 你知道为什么啊 我知道啊 因为你要放机车前面的时候 你要这样倒下来 你这样放嘛 那饮料是不是就不会 比较不容易从上面露出来 对 可是他的意思是跟我讲说 他觉得说他这样喝他才不会露出来 我说可是我不会这样喝啊 我有 什么东西 我练背地是不是 对啊 那你 看这样啊 啊 可以不要有声音吗 可以不要有这种声音 不要有那种感觉 嗯 想当中的感觉 嗯 其实你一进来就看到我很多 健身的这个椅子 对 然后还有 瑜伽店 这个做有氧 那因为我去年太胖了嘛 接近90公斤了 然后去年一整年一直在做 都到72 然后今年因为过去 我妹这边公司上班 不然胖了大概七七七八 这都我们没关系 都是自己吃出来的 我现在已经要开始 再继续瘦下去了 要有恒星啊 目标是 我还贴王星灰心 哈哈哈哈 等级一 都想这就十分钟了 欸 在外面看嘛 哈哈哈哈 啊 你这表要挺功 我们知道 哦 这个就是出门的时候 随时警惕自己啊 哈哈哈哈 不要有黑龜啊 好不好 这个是停在人行道上面嘛 这个是超过那个 八马线 对啊 我在等红绿灯啊 你在干嘛 红绿 八马线在这里 它是应该在这里 哈哈哈哈 没有 好像红灯啊 然后突然变红燈 欸我真的谢谢这个人 幫你记录这一切 没有 谢谢他 天啊我懷念哦 你以前有在这里煮饭过吗 没有啊 你好像跟你妈住过吧 对啊我跟我妈住过这样子 那哥哥平常有在煮吗 嗯没有 都是蒸啊 用蒸的 補水補泡面啊 以前家里面的碗 对啊 对啊 就九九开了店那个碗 嗯 厕所就很简单啊 就是这样 然后洗衣服都在这里 也简单单 所以不用洗衣服 要洗的衣服 就留在这里就好 对啊 要洗衣服就在这边 把衣服脱光光 啊为什么要装这个 就是怕外面人会看 好 厕所就小而巧啊 对不对 这个简单的干湿分离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马桶 算是保持得很好 干净 我的客厅就是很简单啊 就是这样 他喜欢艺术品啊 天啊我拉着离开 哎我跟你们讲 这个柜子啊 本来一开始是在 这个地方 以前我们都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一进门就挡住这样 这样其实空间感就比较大 就是如果那个柜子 是放在这里 其实这样空间感进来比较大 可是他放在那边 就一进来就直接全部都都看到了 就感觉相较起来比较小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当初 你们要这样横的吗 为什么 那是因为地理食堂的关系 地理食堂的角度 你开门一进来就见客人厅 好像什么穿膛杀什么 但没关系啦 住得好住得巧 身体健康就好 可以 蜃子我也买很多 来 卫生子 这个要讲一下 没有啦我是怕客人来 卫生子不够用 多准备一点 自己拿这样 对啊自己拿 不会是定义箱比较便宜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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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去松绳里买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来 蜂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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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蜂丝也 是一样的东西啊 你在买的那些大屌都送人啊 对啊 喜欢那种艺术品啊 你说这个吗 对啊 还有巨宝盆 巨宝盆你可以有放球吗 没有 大颗的才放得下 那这个是我看棒球的 嗯 新年开始看棒球 没有耶 小时候是不是在看了 但是因为自从有打假球 什么米迪亚暴龙 对啊 你们都听不懂 跳过跳过 我可以讲 他小时候跟我爸超爱看棒球 然后我是女生 然后他们都不管我食物 他们就看他们那样的棒球 所以我那种超讨厌棒球的 因为我就觉得我想看卡通 为什么我不看卡通 我就一直在这看 就是这样 他这个很屌啊 因为他这个没有门 然后又有这个柜子搭 我以前房间在这里 对啊 厉害了吧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尴尬 我不敢偷带男朋友回来 哈哈 你好像都出去哪没有 那怎么会这样 哈哈哈哈 以前我都坐在这里啊 然后我就觉得很没隐私这样 你就坐在那家沙发上面 没有啦 有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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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睡的床是我以前睡的床 然后我们就这样一直传下来 他这样睡很久了欸 对啊 上面都有你的那个 那这个家其实就是 严格来说算是两房 两房一屏 可是他那个另外一个没有隔 隔起来 一加一房 诶啊我之前那个床欸 那我丢啊 为什么要丢掉 因为我朋友 诶啊 全球销量超过一千万件 超过六十个奖项的认证 一百天的免费四岁床垫 而且他的人测躺的话 他是补了人体工学的 你说只有测躺吗 没有 因为有些人喜欢测躺 你测躺的话 你脊椎类似直线 不会上下弯曲 对啊 因为妈妈一定要测躺啊 不然你今天晚上开始来跟我睡啊 哦哦哦 他看起来很软 可是他躺下去是很支撑你的身体 包住性很强的 所以我一开始想说 诶好软 跟我上一个充电一样很软 想说完蛋 结果诶 躺下去跟之前那个插高度 我上一个充电旧的 很软 可是躺下去是整个 哦 腰痠背痛那种太软 可是他这个一躺下去支撑度超强 整个包住住身体 那这么强 对 不是整个陷下去哦 他是有支撑性的 你要躺下去 你躺下去 跳一下跳一下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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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看起来很硬 可是没有他其实很软 而且他这个躺下去是说 我的那个背啊 他都不会镂空 因为我如果躺我家床的话 他可能没有办法贴我的背 嗯 就这边躺会空起来 然后还有像他这个枕头这样子 会睡到12点 补合人体工学对不对 对 会睡到12点 对啊 还有啊我哥说第一次这么多年真的来到家 他以后这样子 会不会说你要来我家床的A码 这样子谁 会不会来我家床的A码一起玩呢 你这是一个人就完成了 对啊 你是一个人就完成了 对啊 你一个人在外住 你就这样子翻这样就好 这样子脱 哦 A码床垫使用创新压缩技术压缩包装 使运输过程更为便利 也更保护床垫原料 不用再担心床垫无法进入大楼 电梯或楼梯间 因为A码都帮你想好了 阿哥哥那个枕头好睡吗 嗯好睡 我上一个那个记忆枕丢掉了 才睡一两年就整个软掉了 然后我就丢了 就换这个 这个真的太差我 对的对比没有伤害 就像换一个女友会不会 真的有舍才有得啊 换一个对的人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太高的话 中间是可以拔掉的 还有穿这些 我也是穿高的 对啊我也是穿高 所以我都没拔掉 其实拆的又好清洗 而且我跟你讲 他这个防塵垫啊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 或者是女生 驚起来的话 有没有 不用担心说整个篮上去 他在防水 而且防塵漫 像我很常带女生回来嘛 我也不用担心会用 开玩笑 现在到A码官方网站 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Nissi10 粉丝专属全品项 打9折 不限金额与品项 可搭配官网的折扣活动 一起使用哦 网址连结会放在下面 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哟 那是哥哥的衣柜哦 对啊对啊 你镜子放在那边干嘛 对啊 你照着睡觉这样子啊 没有就像AR家一样 为什么他那里要有片镜子 我为什么设计镜子在这里 啊救命 我现在这集到底在干什么啦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啊 真的很好笑 没有啦睡觉就把它打开 因为睡觉不能照镜子 对啊 其实那时候我本来要跟我哥 去拍一个那个 他带我去送外送 结果后来我怀孕 养超久 而且我已经跟朋友借了两次车 对啊 然后那时候在安排 可是我现在怀孕 在我跟谁上 对啊 啊路如五口 而且你张眼人 人家魏力张眼啊 借此宣导一下 麻烦一下开车 骑车请看后视镜 你要左转或右转 你提早打灯 你不要一定转了才打灯 或者是 你已经要准备转了 我要执行 我看你没打灯 我才跟你旁边要执行 结果你突然转 嘿哈啰 啊我帮你一下 欸你觉得错 打光上针打雨沙可以吗 我一看到雨沙的时候 就知道我要做什么 哦对对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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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外面那么多 还是我们去房间床上聊天 因为客厅真的 没有冷气 这个就是我故意不在客厅装冷气的原因 因为冷气坏掉也没有要学 没有房间有 而且还是新的 告诉广大的男性朋友 学起来这招 做意良多啊 走 宝贝 我们去房间聊天吧 我平常80几个她都是女生 她到底在跟着你讲话 哈哈哈哈 所以你们那时候都分开 你都不会回来 国中毕业 对啊 尖叫的做啊 那时候国中毕业 我们就没坐在一起了 就坐在一起这样好啊 不会吵架 其实反正就没什么吵架 我们靠岸我们林主中靠岸 这翻过来之后 你就在那边过来了 这里吗 对啊 有段时间也是叹叹叹叹叹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讲的话我听不下去 我跟他讲他都听不下去 我也没有要帮谁讲话 我站在中间的地方 他很明显就是帮人家讲话 然后他觉得他没有帮别人讲话 这样 没有啦 我跟你讲但是要讲他的好 我跟他讲也是讲你的好 这两边不是人 而且我是男生 我两边一直协调 可是你也可以当女生啊 最近不是有一个新角色 你一直就拿baby 对啊 那时候我也过得很不开心 但是我也不能讲出来 我也不 反正我的压 很压疑我自己 那几年我也是 想说算了算了 然后我就过得生不无死 行私走肉的生活 过一天是一天 毫无目标 那时候为什么哥哥会住在那边 那时候是我女朋友在做房仲 然后边住边卖 因为那时候他跟你比较好 然后他就问你说 不然你朋友离开了 我们来住好了 然后你说好 对啊 那时候自己家有什么不好 自己家有什么不好 自己家有什么不好 可能要受房仲 是不是跟我楼下讲的一样 但是我租给朋友 跟租给家人的价钱 完全不一样 可是我还是知道有点 对啊 那你有准时吗 有准时啊 因为我太了解他个性了 我也太了解他个性了 我也太了解他个性了 然后免费然后我都不行 他可以便宜 可是不能免费 但他懂得说什么 其实我没有跟他提过 如果可不可以免费出货 我完全没有提过 我只是现在开玩笑做效果 他刚刚到底都在开玩笑 他一下卫生纸的玩笑 一下那个水的玩笑 然后现在还桑猪的玩笑 化杯分为力量 对啊 你看我之前 处理他们的事情 都处理他啼笑了 处理他跟我妈 他跟他妈 他不是你妈吗 现在到底是谁妈妈 男生很多苦 没办法讲出来 因为我妹的个性是受委屈 还是觉得自己心里很怎么样 他是很喜欢打出来的 直接做过理性 男生打这种文就会 很像在讨拍是不是 对很像在讨拍是怎样 因为我自己很不习惯 把我的事情跟别人讲 他又很喜欢讲 真的吗 可是有时候看你好像发 那个抱怨的外送文 都会发一发 是不会打方向灯吗 跟家人的事情 还有跟朋友的一些私事 我比较不习惯 在社群媒体上发表 你聊聊说 你跟爸爸这时候 一起住的时候 他到底在干嘛 因为你知道我爸是军人 然后他就是 对 我觉得对我们 都很像那种居士教育的感觉 他也是第一次当爸爸 然后我觉得他好像不太 除了我弟以外 我老实说我觉得 爸爸真的是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就感觉就是对我们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欸 他居士教育的那种感觉 他不是那种就是 会很好沟通的爸爸 你住的时候 像那种国中国小 或小时候 对我来说就是他叫我们干嘛 你就一定要干嘛 我是觉得你国中的时候 太叛逆 因为我妹国中比较叛逆 我妈管不动他 请我爸帮忙过 所以那时候你国一的时候跟我爸住 那因为他太叛逆了 我爸又比较急性质 所以你们冲突越来越大 他还把我打死 又叫我妈接回来住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住在一起了 他国二我国三 他是不是很爱打我 没有 其实我那时候没有会打他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 我对了天八四 我们那时候没有打他 都是他要来打我 就是走在走啦 我这边也蛮多的欸 就是那种走在路上 然后你就说 诶 那个人比较 你说那是我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我高中毕业之后 我们又没有吵架 我那时候有一阵子失恋 看到我哥 然后有时候就想说天哪 很想跟他讲 然后又觉得说算了算 我就觉得他不会懂 就在讲 我叫我哥买麦当好 他回来给我吃 然后他就真的去买 然后他买回来之后 我就说 诶 哥我吃不下 我吃了两根薯条 我就有吃 我记得这件事 我就不懂我们 你为什么会一直感情不好 我也不懂 可能就是心里面的不平衡 那种感觉 我印象中很深刻 是我以前住在霍格花子 可是我牙齿超痛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骂 然后就是跟他讲说 我牙齿很痛 然后我妈就一直说什么 啊你不要急啊 然后说什么 再急什么 然后回来看他们两个超开心 我妈还买新衣服给我哥 我以前的衣服是剪那种 就是亲戚不要的 因为毕竟亲戚都是女生 然后他们都不要的衣服 看到他有新衣服的时候 然后又那么开心回来 然后那时候我已经跟他讲说 我牙齿很痛 然后就心里面有不平衡 有时候会把这种 这股气 然后把他就在我哥的身上 哈哈哈哈 类似这种感觉 可是我要讲喔 我国中毕业的时候 我妈跟我说 她要顾我妹 然后叫我去逐渐这样合作 然后叫我搬出去家里 她其实没有不把你放在心上啊 她其实是很担心你啊 照顾你 只是她可能那个moment 你可能觉得怎么样 我看的点点滴滴是 她其实没有中男性女性 只是那时候她很少回家 我妈还因为她去求福 拜拜 然后在她房间烧浮水 然后一直在家哭 是你看不到的事情 浮水是没有用的 就是她看不到妈妈的用情 所以我常在家看到妈妈一直哭 我觉得我对你的心意 我放在心里 我自己知道就好 因为我以前是不会特别表达 但是我都放在心里 像我现在其实看我以前的朋友 的IG啊什么的 其实就是会一直关心她 但是我不会特别去觅觅她说 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都一直记得 不管是谁喔 国小国中高中的朋友 我都会在看 朋友是有阶段性的 其实对 但是我都会一直放在心里 就是点血树 她虽然说也会记情 所以她的丑也是会记得 只要有能够她的 她一定会放在心里 对啊 我觉得你们看到这个影片 赶快逼她跟她保险 哈哈哈哈 这辈子只记两个丑而已 就是我最讨厌的那个人 她希望我过去她那边帮她忙 而且她那时候还叫我去吃死 你一辈子就去开Uber吧 因为那时候我有兼拆Uber 我就想说Uber怎么了 那时候赚很多钱 她就觉得很屌 因为她还讲到我妹啊 你看你妹现在做成这样 你可以 哼 然后继续开Uber吧 我操 现在怎样 我就觉得 有必要那么针对我吗 我到底惹到她什么 好险现在哥哥有个A嘛 可以安抚她的情绪 可以 哥你好好睡觉 没有啦 其实我哥真的是算是 他真的说 他好像就是赚钱真的是够吃 然后够花就好 然后他也是活得很开心 他也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其实常常有粉丝 那时候我跟你和好的时候 他说点进去你哪一句看 他就说 现在我觉得你哥好像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对啊 是喔 对啊 很苦力 谢谢你 对 就是你要自己去找生活的乐趣啊 抓容金 抓容金的话是要晚上的时候 哦 对那 该关灯了 哦 哈哈哈哈哈哈 晚安大小姐 今晚重点让我们 万蓝衣心睡得好 兄妹感情幼儿好 哦 生意逐渐日日好 哦呦 我真的怕你搭了耶 而且哥哥为什么会留那么久的灯 因为我就对我刚刚说的嘛 对家人的爱是没办法形容的 是放在心里面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 呵呵呵 我滴动 干嘛 A嘛 要淹干嘛 哦 呦 尼 在场都睡得好 哈哈哈哈 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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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